哲瑞教練說要帶我來看富士山 全長大約是接近20公里 那爬升大概是七八百公尺左右 這不是真的太近了吧 這怎麼近啊 瘋掉 My God 這個不是電影中才會出現的 Kunjiwa 今天早上 現在已經才五點鐘 天都還沒亮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富士山的 有到半山腰嗎 三腳下 我不太確定 這邊是巨野市市議所 就應該是我們區公所啦 然後可以看到後面這邊 這邊其實當時候在東京2020奧運的時候 他們有這邊立了一個紀念牌 然後有大概寫了一下騎車路線 我們等下即將從巨野市議所出發 然後往 也是下一個這個牌子 終點會有一個這個牌子 那我在網路上找了很多資料 那個路線啊 在天氣太冷了 那講話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對啊 大舌頭 舌頭結冰 全長大約是接近20公里 那爬升大概是七八百公尺左右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幫你準備了一台e-bike 對 因為那個哲瑞教練說要帶我來看富士山 但是想到富士山就想到爬坡 我一方面又想要享受美景 一方面呢 又很想拍的 就是你知道 不能拍得太狼狽嘛 所以你現在只要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在這麼冷的情況下 你可能會騎到有不了汗 會更冷耶 你會很冷 好啦 趕快出發了 太冷了 太冷了 OK 我們剛從巨野會出發 好啦 接下來我們彎過來這條小路之後 就開始緩緩的上坡了 那這條路線 聽說啦 好天氣的時候 應該騎在這的時候 就已經看得到富士山了 但沒想到現在 什麼都沒有 Where is it? 我竟然可以在爬坡 逼教練逼得那麼緊 真的是太感謝科技的發明 馬達跟電池就是我上坡最好的朋友 剛剛那一段坡度大概12%左右 騎起來很舒適 但是 用點力才跟得上 竟然看到Linda還可以在前面輕鬆的主持 太厲害了 但 還是很希望等一下 看有沒有一個大風可以把富士山吹走 因為其實在剛剛那個路線 我看到很多網紅啊 在那邊騎車的時候超漂亮 它是 全部都藍天 然後可以看到一個超大的富士山 然後就往富士山的方向騎過去 很可惜我們現在 什麼都也看不到 但期待等一下可以有好天氣出現 哇 攝影師很美耶 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騎車 騎車 欸 教練 你還好嗎 太累了吧 剛剛那個上坡 不是開玩笑的耶 你要不要跟我換車 欸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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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不是 剛剛那條路 雖然上坡大概平均大概6到8% 可是我覺得還滿開心的是旁邊的一整路 竟然都是 就是櫻花耶 雖然現在是沒有開花的狀態 但看到那個櫻花樹 然後再往後騎 還有銀杏 對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經過了一整片的白芒花 那個景真的太誇張 台灣看不到 這條路線我覺得 以剛剛這樣騎乘下來的感受 我覺得其實騎公路車 相對於我們可能前幾天拍過的其他路線來講 算是還滿親民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的難度其實不會到太高 對 然後除了早上呢 因為我們今天開始騎的時候是 禮拜一上班時間 所以交通的狀況呢大家就是要稍微注意 不過還是一樣啦 不用擔心 因為日本的駕駛都非常非常的nice 好吧 雖然我屁股有點痛 但我看到前面我們有一間淺尖神社 我們來去 參拜一下 祈求我屁股可以稍微恢復一點 Let's go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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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持續這麼長的上坡 真的是有點疲勞 我連騎E-Bike都累了 教練還好嗎 快不行了 我剛剛應該選E-Bike的嘛 有E-Bike就是開心 快到了快到了 好 前面右轉就到了 耶 這坡車太近了吧 這什麼景啊 瘋掉 這個不是電影中才會出現的 可以可以 為了這個我覺得 剛剛那個坡再爬一次我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前幾天來的時候 那個雪其實沒有辦法那麼近看到 到底蓋了多少 對 它真的很像蓋被子這樣子慢慢的往下往下耶 超級近耶 好美喔 值得了 值得了 剛剛騎的一路上 應該 持續了快10公里的上坡吧 累完 因為早上出門的時候很冷 然後剛剛是騎到一度覺得 好像該脫外套了 但是又怕脫外套會感冒 對啊 因為其實 海拔也有緩緩的在上升 然後從剛剛比較失去的地方騎出來 到後段其實 其實必須說車蠻多的 對對對 可能今天是上班時間 對 所以大家來騎 而且這邊其實它就是兩線 各一道而已啦 所以就是 車子的車輪要蠻大 大家自己騎車的時候要小心 我覺得是當時候在 2020東京奧運的時候 男子的公路車路線 它是會經過這一段 所以其實它就是 做了一個 算是我覺得是小小的紀念碑這樣 我們越騎越靠近 天啊 會不會這樣騎一騎就到三角下了 澤瑞我們去那些樹下打滾 夜 欸 教練 開拍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還好嗎 今天這路線真的是 有一點難度耶 我們剛剛這樣其實 騎下來也是 在車上完全就是 很好睡 對 我剛剛也是回來路上 那邊搖搖搖 整個睡死 一不小心就直接到現在 還有點在昏昏忙忙 對 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回到我們的飯店 這邊是Kona Stay 嗯 那其實我們坐在這邊 其實也有應該四天 四天 嗯 這邊的設施我覺得真的很棒 也很推薦 如果你是騎腳踏車來的朋友 這邊真的是我覺得首選 它對於自行車非常友善 沒錯 這邊其實通往 我們像我們去早晶 山島都非常的近 然後騎完車還可以回來泡溫泉 我覺得是太享受了 沒錯 但是這次Kona Stay的介紹 我們特別拍出了一支影片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持續有鎖定 我是你的家瑋楊卓睿 我是Linda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來到日本的住宿 我覺得來到這邊很古色古燈 第一個當然是建築 都是木製 第二個就是它的這個塔塔米香味 一進來扑鼻而來就是這種 哇真的很有日本的味道 有一個景觀 也會成功 Est commercial 成功 成功